HELLO 大家好 久不見 我是Sonia 她是阿娜姑 嗯 就不知不覺已經過了半年了 然後 我也很久沒有拍影片 所以現在感覺有點生疏 還有一點點緊張 就我最近啊 就也有回去翻我之前的影片 然後就覺得那個時候就很多很好笑的影片 就當下我沒有覺得很好笑 可是後來我現在回去看 他們覺得自己真的很白癡 很搞笑 當時我是有一點點迷茫的 就是不知道自己 有一種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感覺 不知道自己在拍影片的目的是什麼 因為一直跟我自己想做的事情沒有很大的關係 然後在後面又因為再加入一些些 就是可能是業配的考量 或是什麼的 現在呢 就是希望我可以找回我一開始拍影片的那種感覺 然後 一樣是記錄生活 對 我還沒跟大家講 我現在已經在洛杉磯了 就是其實在去年底畢業之後 然後我就 下一個月就直接搬到洛杉磯了 然後那時候其實也想了很多要拍給大家看 什麼洛杉磯舊金山大不同之類的影片 好 那我之後呢 也會慢慢再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從來舊金山留學 然後到後來畢業後直接搬到洛杉磯這個家 然後接下來會怎麼樣呢 就再慢慢跟大家分享這樣 然後我也知道第一部影片通常就是要交代一下 為什麼那麼久沒拍影片 我覺得就是 可能就像我之前 前面說的那樣吧 然後 我也不希望把這個主題變成一個影片而已 我覺得我想要分散 然後之後慢慢跟大家分享 反正就是現在 我要回來重新拍影片 然後就是也謝謝那些真的有在等我的網友們 然後還有那些就是 中間默默關心我 問我不知道去哪裡的那些網友們 反正現在就是 我回來拍影片了 然後 希望大家喜歡接下來的影片 那 今天呢 主要要分享的是日系妝容分享 為什麼拖完就是第一部影片要想要拍這個呢 就是因為我 呃 我上個月月底就我去日本 我去五天 主要是去見朋友和一些重要的人這樣子 然後那五天呢 我都待在社谷 元宿 新宿 然後我去東京 然後唯一離開那個JR線是去台廠 所以我也買了蠻多東西的 就下集會跟大家分享就是 日本必買的幾樣小物這樣子 總之那我去日本呢 就是去見了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朋友 他就是 讓我拍影片的 最主要的一個人生導師 所以本來那一 見到他 我真的很激動 人生還是要為了出動個火下去 還有為了自己的目標 還有為了 還有開心 真的是要開心 所以我現在也不去管 我以前到底在幹嘛 我現在也不去管 我拍影片的目的叫什麼 拍影片的目的就是要記錄生活 而且我覺得 可能這就是SonyasuTV的風格吧 那之後會怎麼樣呢 就也要看我 接下來怎麼拍影片 我現在有點旅無倫刺的感覺 去日本之後呢 我就發現 我那陣子就在日本的時間 我就很想要嘗試日系妝容 然後我就 稍微觀看了路人啊 然後還有寫雜誌上面的妝容 我很喜歡今年日本非常流行的一個妝容 叫做 沙漠系妝容 嗯 用嗎 就是跟 一般我們常看到那種 可愛呢 那種PINKU PINKU 然後日系妝容不太一樣 因為它的色系是大地色的 然後這個妝容呢 你如果稍微一不小心畫錯的話 就會變成韓系酒醉妝 所以我第一次在嘗試的時候 一直畫成韓系酒醉妝 然後我現在就是後來就因為想畫 分享這個妝容給大家 然後所以我也做了一些功課 然後就整理了一下這種點 然後大家如果想知道 怎麼樣畫這個妝容的話 那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吧 這個下面這個標題呢 就是想要有一種日本的感覺 所以那一句是 我那是Sonia です 沒有什麼太大的意思 那接下來呢 首先第一步就是眉毛的部分 要畫的有種叢林系雜亂的感覺 不可以以兔滿為目標 我覺得這是跟我平常畫歐美妝容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想辦法把它畫的就是叢林感 然後接下來呢 用這頭已經乾掉的這個藍眉膏 去刷開你的眉毛 讓它有一種雜草叢叢林的感覺 好 你看我現在就是很用力的刷 然後亂刷 要讓它那種雜草感 然後接下來呢 把畫多出來的那個眉毛的部分呢 用手指往下打鼻頭的陰影 然後接下來呢 因為整體妝容是大地色系的 所以呢我會拿染眉膏 稍微把眉毛染咖啡色一點 然後眼妝呢 主要是以簡單為主 所以我就直接拿這個咖啡色 塗滿整個眼皮 然後再帶一點點 臉下 這裡 刷下來 然後用這個 右邊這個有點酒紅色的妝 畫在眼下這一點點 有點像畫在眼線那個部分上去一點點就好 其實你可以再用更深咖啡色一點 然後我這個眼影盤好像沒有更深的咖啡色 所以我就用這個 非常酒紅色去代替深咖啡色 然後也是要記得把眼下也稍微畫出來 然後接下來用一個 隨便一個你喜歡打亮眼色 打在那個眼窩下 因為我們眼睛以乾淨為主 但是還是要畫一點小心機 但太淡掉了 對 畫在這個眼下 然後眼線呢 我們畫在內眼線 這樣眼妝才會顯得比較乾淨一點 然後又比較 青澀一點 然後我是用咖啡色的眼線 會更柔和 然後因為我這個眼線筆 太水了 所以我有畫稍微出去一點 然後腮紅呢 雖然是以大地色系為主 但我這次曬紅要用兩個顏色 第一個是這個 CAMMAX 這個非常日系感的 平庫平庫先打底 然後畫在 就是對這裡 你的顴骨這個區域 然後這樣打直 跟鼻頭對準 啾啾啾啾 然後再用這個 我平常拿來打陰影的這一塊 這個要上 小心一點 這個TARGE 這個超顯色 你看 馬上 所以我現在就是在給它補救 讓它看起來 不要那麼重 然後打完兩邊之後呢 鼻頭也上一點 好 然後用你剛剛打亮的那個顏色 打一下鼻頭 然後還有我們的嘴唇上方 然後我口紅呢 是用這個非常滋潤 然後宮廷色的口紅 先打底 然後再用這個TARGE 比較乾的這個裝紅色 再上一層 這樣子可以打造出 雖然看似土橘 但是又有日系可愛風 的那種層次感 然後用手稍微把口紅 哇 抄出去一點 你的那個嘴唇 睫毛呢 不要去夾它 因為讓眼妝看起來淡一點 直接把睫毛就是 刷粗 刷明顯 看得出來睫毛粒粒分明的感覺 欸 是個根分明的感覺就好 沒有必要去捲它 外面在除草 那這就是我今天的影片啦 然後希望大家喜歡今天影片 那我們下期影片見啦 下支影片呢會主要是跟大家分享在日本必買的幾樣小物 Bye 很多觀眾朋友們說拜拜 拜拜